今天这一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Premiere ProCC的一个基本页面的介绍 当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会看见有几大框框 我们完成了素材的导入和序列的新建之后 可以看到左下角的这个框框是放素材的 可以双击素材 这样素材就会出现在左上角的框框内 这个框框我们称之为监视器 它可以对你的视频素材进行或者音频素材进行一个预览 然后可以选择入点和出点 直接截取素材的一块 然后把它直接拉到时间线上就OK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效果空间 效果空间的话 当你选中素材 这个素材的相关信息就会出现在左上角的框框中 可以在这里对它进行一个修改 比如说大小啊 或者是透明度啊 都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修改 如果修改之后想要撤销的话 可以按快捷键Ctrl加Z 这样就可以回到初始的状态 这里的音频剪辑器是对音频进行一个处理 还有原数据是对素材大概信息的一个概括 右上角的这个框框可以对你编辑完成的素材进行一个播放和预览 左加的字幕啊 所添加的素材都可以在这里体现 左下角 除了导入素材的功能之外 还有效果 我们可以在视频上添加各种各样的效果 比方说我们可以添加一个扭曲旋转 把它拖到素材上 这样在左上角的效果空间里 就会有一个旋转的体现 我们在这里调试 就可以发现它对素材进行了一个旋转 视频效果 我们会在后面向大家介绍 媒体浏览器就是可以在这里选择素材 很方便 库是需要联网的 这里我们暂时用不到 信息就是原数据的一个简化 标记 我们这里可以在时间线上选中素材 按快捷键M 英文状态下的M 对你想要编辑的地方进行一个标记 比如说这一块要加字幕 就可以在左边的这里文本框里输入 这样对后面的编辑就能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还有历史记录可以浏览刚刚进行的操作 当然点击删除也是可以对刚刚的操作进行删除 这里是一个工具框 工具框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比如说剃刀工具等等 这里就是用到最多的时间线功能 上面是视频文件 下面是音频文件 所以当我们想要拖入音频的时候 我们要拖在下面 当我们想拖入图片或者是视频的话 我们可以拖在上面 如果我们想要对素材的颜色进行一个改变 可以在上方选择颜色键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具体的色温啊 色彩啊 进行一个调节 想要回到初始状态可以点击重置 如果想要回到原来的界面 可以点击编辑 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最初的界面 这里选择编辑 首选项 常规 还可以对这个常规界面进行一个修改 比如说导入一个图片素材 图片素材会有多久 有的时候五秒会太长 我们可以设置为两秒 还有一些对外观啊 外观颜色的调节 等等等等 这些都可以进行设置 非常的方便 好 下一节我们将带大家一起进行一个剪辑的流程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 下期见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